來看總統六千塊 今天集見第四十七次國際紀念 競賽的代表團 今年我們國三選去法國比賽 拿到兩塊金牌 三塊金牌 還有十塊蛋白 還有二十八塊 有勝中 究竟有四十三塊 中牌 在六十九個國家 有失敗第四名 其中 家具勞工的創文養 還有林鄧空調的丹蘇丸 是拿到金牌 人才是國家競爭力的根本 臺灣的經濟奇蹟 靠的是所有第一線 計時人員的打拼 不是靠把力打拼 是靠大家的打拼 未來政府會持續擴大 投資計時教育 國際技能競賽是 技能比賽的最高殿堂 國手一生只能參賽一次 但是我相信 2024年的第四十七屆 國際技能競賽 絕對是最特別 最難忘的一次 更重要的是 這一次我們真實的感受到 我們就是臺灣之光 也是國人的榮耀 政府這次按算賣 扳1330萬的獎金給國手 六千點也強調政府推動 青年百億海外一萬萬的基金價位 未來年輕人可以有機會去海外學習 回國也帶動臺灣國行國業的行動 總統也強調政府的方向是很清楚 還要讓基地教育入發展